-歡迎回到 敲主之光大道準決賽的現場 現在站在我身邊的是 吳思愛以及蕭煌旗老師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歡迎蕭煌旗 你看 以出片的速度 就知道他的專輯 是賣得多好了 現在又出了一張全新的 叫做《孤獨的和弦》 我為什麼要秀給大家看呢 因為蕭煌旗老師 他非常用心的幫我簽名 然後還畫了一個小臉 好可愛喔 其實我本來是要畫桃子 可是桃子不知道怎麼畫 在這邊等一下 黃綺有看到蕭黃綺老師的簽名 然後她畫了這樣子 你看兩點 然後一個這樣子微笑的嘴巴 所以蕭黃綺老師 到底我在你心中 是長得什麼樣子的一個女人 算是那種 很有氣質 好好講 很有氣質嘛 好 我有扣住你的動脈 很有氣質 和 很能夠讓人家敬佩的一個人 你這樣感覺還在形容滅絕失態 黃綺老師 她還沒有出來 我先形容你好了 非常可愛 很容易就是讓人家會相信你的感覺 謝謝 很信賴感親切 是 黃綺 小胖老師請說 黃綺這一切你都看錯了 喂 人家心不忙好不好 但是呢 其實跟這個五四愛的合作 我覺得五四愛 這對你來說是好重要的一件事 跟蕭黃綺老師合唱 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這一次 除了跟老師學到很多唱歌上面的技巧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老師他提醒我一件事情 就是 莫忘初衷 就是對於音樂的熱愛 就是不要忘記 因為一直在演出 但是千千萬不要忘記 每一件事情的那個熱愛 有 其實每次我看蕭黃綺老師現場的演唱 我都感覺到 他那個一直熊熊燃燒的熱火 對唱歌的熱愛 我們就先來看看他們初見面的情形 金曲歌王蕭黃綺 他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濃濃的生命力 而這次星光再度邀請到金曲歌王現身 前來帶領星光選手 希望藉由這次合唱 讓選手從中有所學習與啟發 而他對音樂的真誠態度 讓與他合唱的選手都深受影響 在老師的帶領下 每每創下佳績 音樂就是 當他唱出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射進去你的心房 他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他會告訴我們什麼是愛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劇文的那個尾音 是讓我會起很多的雞皮疙瘩 而且會覺得很想要愛這個男生 你要加油 那謝謝黃綺 真的 謝謝老師 整段都是充滿生命力 而且聽到真的 我覺得起雞皮疙瘩 現在眼睛都有點熱熱 很棒 這次五四愛 將與蕭黃綺老師攜手合作 對音樂都充滿熱情的兩人 會擦出什麼驚人花呢 我在金苗的時候 你就好 好 我比如說換我 金苗 紅綺綺 今天要來之前 其實一直很緊張 剛剛來到這邊的時候 老師又說可以加原住民歌曲的音樂 我也很感謝老師能夠鼓勵我這一塊 我覺得就是要為每一個人 去想他本身的特質 就是一種那種 原住民的那種殺傷力太大了 一定會很棒的啦 你們一起抄襪 你 好 那年他提持希望的行囊 留下他青梅竹馬的姑娘 飛越了病狂馬亂的兩岸 独自来到胜利洋场 那是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那坐在南京西路的路旁 有一个清晨发亮的脸庞 重新的踏 为舍房的希望 明月东方吹乱西窗 明月如邪狼 我在宫中秋水望穿 恨爱我的郎 忘乎想 为了想 寂寞的两岸 天很长 梦很长 都是比方干 时长 清长 早已荒凉 理想 梦想 坚固遗忘 更一想 就一想 遗忘的两岸 新人笑 众人哭 暂时不去想 忘了自己忘了天涯 愿增点八千夜之生 天涯 风里 淘汰的意 像人相愛 變了三個 思君在做你 好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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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夜黑風高的晚上 她坐在南清西路的路旁 有一雙堅定意惑的面貌 你的溫室存在深深的營養 好陽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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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的龍風 水 換西裝 月的無緣 愛也恨 恨也恨 心愛都變了 今夜暗 退夜暗 月來月光啊 日夜天暗 你想模仿 火焰 謠言 謠言 醉心又爽 如也關 夢也關 心事不良啊 人也關 心也關 誰都不給家 英雄 希望 月兒 女情長 誰成正當 你誰想 你想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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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夜晚 我們聽到太多精采的對唱了 這首歌是蕭王琪老師自己寫的曲 吳熊老師填的詞 蕭王琪老師有非常多的企圖心 把各種不同的 你說有原住民的對不對 還有這個小調的 金句 金句的 全部都放在裡面 但是這當中只要一個不小心 串不起來 就會很尷尬 但是剛剛從頭聽到尾 尤鴻明老師覺得如何 我覺得呢 很感動 就是短短的這個三分鐘的時間 讓人家想到很多畫面 想到很多企圖 想到你們怎麼樣 在音樂上努力的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 我覺得音樂可貴的地方 就是它有無限的可能 尤其是原創者 原唱者在這邊 然後他把這麼多的因素加在裡面 然後能夠在短短的時間 散發出來讓大家感動 我覺得很不容易的 對 因為蕭王琪老師的魅力 我們已經見識過好幾回 每一次你都覺得他只有更強 他只有更強 他每次一彈手 一轉他的麥克風 我就覺得又來了 然後很感動 沒有很少看過五思愛 有用那麼多的啞鈴在唱歌 他整個嘴巴已經給他放開來了 更感動的是 現在那位阿伯還是在拉胡琴 阿咪阿伯是不是 不是 其實觀眾看到的都只是 很好聽 很激動 其實這裡面需要多少拍子的功力 多少默契 多少和聲 而且五思愛其實在這首歌裡面 是把自己當成一樣樂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他的聲音 有點像這位阿伯正在拉的這個聲音 可是在裡面穿插 在這邊 阿伯可以了 阿伯可以了 阿伯不要激動阿伯 想起過去 在裡面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很奇妙的 蹦出很奇妙的火花 他變成一個很和諧的樂器 在裡面穿插 而且把他的情緒養起來 所以其實五熊的歌詞 也非常的有張力 寫得非常好 對 而且難唱啊 非常難 想這歌詞有多難背 對 誰都不能亂 其實因為我從來沒有唱這首歌 很少唱 然後因為我想說 因為五熊他是原住民 所以其實 我就特別選這個歌給他 因為他本來選的歌 我不是太滿意 所以我覺得因為他來唱這首歌 會表現更棒 會凸顯他的一個爆發力也好 或是說他的原住民的一些 他想要表達的一些情緒跟感情 然後加上台灣的早期的一些歌 然後加上京劇 我覺得那個感覺會棒 所以我特別選這首歌給他 你太狠了啦 蕭黃旗老師 這首歌多麼高難度啊 對不對 無思愛練了很久 於是 第一次跟老師合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 老師就這樣子 老師說 對 就是這樣唱 就這樣把東西全部都加進去 然後就是 唱到 在台上唱到爆炸 恐怖啊 各位 新的亞洲歌神 蕭黃旗 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謝謝 五思愛這麼多的指導 現在要請我們的助理小姐 來收分數啦 那在這邊也請問一下 尤鴻銘老師 你大概會給幾分 你剛剛說五到九嘛 前一組 這一組呢 我給滿分 謝謝老師 太好了 謝謝老師 五思愛有什麼話要對蕭黃旗老師說 老師我真的很愛你 謝謝 謝謝你 我們都很愛你 蕭黃旗老師 謝謝 謝謝 下面一組有黃小虎老師跟孫小亮 馬上回到現場 謝謝 謝謝